好,我們第二節的上課開始了 我們從生物科技與轉移醫學帶入Translational Medicine 帶到老師的博士班研究 這個簡圖就是老師Summary的一個卡通圖 我們上一節課講到了 這個gaba的level在於慢性腎衰竭的大楚模式的腦中CSF 腦脊髓液是顯著性減少 而這樣的一個減少原來是因為 這個glutamide carbosinase 它的functional下降,活性降低所導致的 那因此呢,我們就在想說 如果給予,因為在中枢gaba level減少 如果我給予它這樣的一個gaba類似物 我們用直接從ICV就是測腦式給予 我直接在腦中給予足夠的gaba量 或者是我另外一個從口服 這個bekofen它是我們從側腦式給予的 那這個gabapentin呢,我們是利用口服 等於是從周邊吃進去 我們用兩種方式去做驗證 是否它可以降低這個CKD誘導的高血壓的這樣gaba不足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實驗 我們看一下結果 左邊這張圖呢,是測腦式給予bekofen 它是gaba的類似物 那你們會看到十星圓的部分 我們做injection兩周 測腦式給予兩周 我們有在這個懸阻 假手術 我們一樣打gabapentin 當成是一個對照組 它其實沒有改變血壓 我們的縱軸是systolic blood pressure 沒有去改變 但是呢,這個白色十星圓呢 則是六分柱 Nephretum 慢性身帥結的主別 它的systolic blood pressure 血壓就非常高 在維持超過200毫米拱柱之多 而另外一組如果有 這個是給予visicol visicol就是一個sulfen而已 那我們這個sulfen就是artificial csf 另外,CKD 的組別 在測腦式給予bekofen呢 我們發現兩周的時間 它會顯著性的改善血壓 幾乎降到了跟Ctrl 組是幾乎快一樣 所以這個是從中枢直接給予 會有效的改善血壓 那我們另外一個看周邊給予的 周邊給予呢 它要透過腸胃道吸收 然後達到全身的血液中的濃度 那我們來看血壓 會發現一樣三個組別 有十星圓就是visicol 我們一樣是給予normal saline 那十星圓的劑量呢 我們是給300mg 而到三角形 我們是給到900mg 每天都去管位 那我們會發現 當這邊的主別 這邊的主別全部採用的都是慢性身衰竭的主別 當給予normal saline的時候 當然對於血壓沒有影響 而給予300mg的時候 就會發現兩周後它的血壓有顯著性改善 而到了900mg的時候呢 它的降血壓效果有更顯著 但是其實在300mg它就有降血壓的趨勢 那900mg的劑量又更顯著 所以從這兩張結果裡面 我們可以驗證說 我們只要將周邊的gaba level增加 那這部分的增加呢 應該是在中樓是影響是最大的 所以它會改善慢性腎衰竭誘導高血壓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是我們在中樓 從我們二維交電勇的時候 做Protiamis 的一個蛋白質體學的實驗裡面 所推測出來這一個gaba system dysfunction 那在這樣的一個dyspension裡面呢 我們補予 ligand gaba其實是有效的 那中間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因為這一個glutamidic capacinase 的一個enzyme 轉換活性有問題 好,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2011年的時候呢 臨床上有實證醫學直接顯示出來 當導管一個探頭進入到腎動脈的時候呢 那他們做了一個螺旋形的一個圍繞 大約距離5mm的距離 做點對點的灼燒 那他有效的將腎神經給灼燒掉之後呢 這樣的一個手術就是redinnovation的一個手術 而這樣的一個實驗長達了36個月 也就是長達3年 那他們發現將臨床resistant hypension的病人呢 他是屬於一個耐受性極高 有抗藥性的一個高血壓族群 去做這樣的一個手術 發現 systolic blood pressure呢 會從一開始的手術20毫米鞍柱 降到約 持續的降35-30毫米鞍柱之多 那systolic blood pressure呢 這一個疏張壓呢 它也會降到15毫米鞍柱之多 在長達3年的觀測裡面 它都有效的改善血壓 那這個引發我們的一個研究發想 那我們會想說 如果我們目前製造的這個animal model 也一樣做腎神經去除的話呢 是否也會得到這樣的效果 OK 那避免同學睡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很漂亮 很漂亮的fabria part 在fabria part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知名的這個露天音樂廳 那其實呢 它裡面有最著名的就是每一周都會有人 一個知名的音樂家 他們會定期的來這邊做演奏 那而且全程是免費的 這個就是當時這個演奏 你看這樣的一個樂器是什麼 這個fabria part裡面有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戶外觀風琴 它總共有80排 它延伸到整個裡面 總共有五千多支的音管 那在每周日下午2點會有免費的表演 那這個是當時老師在開會的時候呢 剛好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就去聽這樣的一個戶外演奏 那你會看到其實這個樂器它彈奏的有點像是鋼琴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鍵盤 手腳並用 那我不知道同學你們對管風琴有沒有一個了解 在這個正式管風琴演奏也有主持人去介紹這個區域 你們會看到管風琴還有好幾排 腳踏的地方也很多 所以有人說會演奏管風琴的人很少 那他們演奏起來有時候會像在跳舞一樣 那比較有趣的 在台下呢 有人對狗有研究的有沒有 在台下也有很漂亮的一隻大狗 大型犬 那這是什麼犬考考同學一下 同學你們可以去想想看 那這個是用360度全景拍攝 就是它的座位很多 有四排到四排 當時我們就跟這隻狗也在聽這個演奏家演奏 那台上當時來了一個不速之刻 你有沒有看到 在右下角這邊有一個不速之刻 兩隻狗最後在這邊去對看 很有趣對不對 那最後呢 這一曲演奏完 這個音樂家甚至還下來跟這一隻狗 原來他是這個場地的常客 他非常宜然值得在這邊欣賞音樂 來跟他聊聊天啊 很可愛 那演奏完之後呢 他這邊會給民眾參觀 甚至進去看內部的結構 你們會看到其實他八十幾台 他這個音管 他是對內 對內的 我們走進去之後 他有各式各樣的一些樂器 有鼓 也有鼓可以演奏 各式各樣的一個音管 在裡面也可以打鼓 好 那這個是近拍這個管風琴的主要控制的按鍵 全部都在這裡 好 那我們大概休息完了之後呢 我們的研究還是要繼續下去 所以雖然博士班研究是非常漫長的 但是有時候可以像欣賞音樂欣賞風景一樣 我們會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那我們第三個 我們前面的假說呢 已經成功驗證了兩個CBCVM 我們五六分之五 就是慢性腎衰竭 發現他不僅可以誘發出高血壓 而且他也有心腎症候群 那這樣的一個基轉其實是跟 中樞的孤立術核有極大的關係 那相關的基轉目前 我們發現可能跟Gappa System Dysfunction有關 那另外如果我們直接用聖神經剔除 是否也可以改善血壓 而他是否會抑制了交感神經的過度性分 是否會改善了BioReflex的Response 就是去改善了感壓反射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實驗呢 我們就是將原本的組別新增了一組 治療組是RenoDenovation這個組別 那我們一樣都會定時去量血壓 測神經活性以及測他的腎功能 看他是否有照我們的一個病態去發展 那我們發現 在五六分之五 Nephletomy新增的組別 你會發現 在A這個小圖裡面 他是道三角形的 他的血壓從手術完第一週之後 他就顯著的跟慢性腎衰竭有明顯的血壓差異 那持續到第二週 持續到第八週 他的血壓是被keep在150毫米公柱 如果沒有做腎神經剔除的 其實他的腎神經剔除 他的腎神經剔除 還是維持在180毫米公柱 所以目前的腎神經剔除 他可以有效地改善腎神經剔除 是有關的 那臨床只知道可以降血壓 那我們來看看他降血壓可以改善有哪些 那一般血壓高 交感神經會興奮 那去神經之後呢 會發現他的交感神經活性 你看他的原子訊號就改善非常多 將近快跟control組一樣 就是腎神經的興奮程度回到normal 那我們去抽血去測他周邊的noipinephrine 正腎上腺素呢 他的正腎上腺素的濃度 也是有顯著性的改善 那另外E圖跟F圖呢 這兩張圖代表的就是我們去測 BioReflex Response 那這個BioReflex Response呢 我們會發現 這個感壓反射原來 在正常的組別十星圓 他的壓力反射是這樣的一個斜線 正常的斜線的情況之下 6分之5 nepharetomine造成的腎衰結 他的感壓反射幾乎消失了 我們從斜線圖來看 他幾乎降到快固定 但是當腎神經剔除之後呢 你會發現他會有效的 改善這個感壓反射 那 這個是兩大發現 腎神經的剔除不僅可以有效的改善 加感神經過度興奮 而且可以恢復了感壓反射的一個function 那我們去實際去看看他是否可以去改善 GabaSystem的一個disfunction 那我們原來在GabaSystem裡面的時候是有發現 GabaB Receptor它的表現顯著性增加 但去神經完之後呢 這個GabaB Receptor的表現量就明顯的下降很多 那其他沒有影響的呢 他就也沒有影響 像GabaA Receptor沒有影響 那以蛋白的表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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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AD Galutamide Carbonase 的Ni 他有分subtype 1 以及subtype 2 也在表現量上面都沒有人講話 那我們另外也去測了 Gaba的一個含量 大家還記得在CSF Gaba的含量表現是顯著的減少 那去神經的結果 他的表現量回來了 他reverse了回來 那在Searine呢 會發現他Gaba的量也降低了 Galutamide在CSF中枢呢 他的表現量 跟六分之五比起來也顯著性下降 那在周邊呢 他也有顯著性下降 所以 會發現這個去神經的這個組別呢 他其實可以有效地改善 慢性腎衰竭誘發高血壓的情況 那他可能就是透過改善了 GabaSystem 這個Function的關係 那我們另外 也去證明了 是不是這個Galutamide Galutamide decapacinase 的這個Enzyme活性 是被恢復的 所以我們去測了他的Function之後 發現這個Renovation的組別呢 他的Galutamide decapacinase 的Activity呢 是回來的 所以這個在活性上面也是如此 那我們會想到說是否聖神經 剔除改善了Galutamide decapacinase Function 那他因此去改善血壓的 因為我們要了解他的前後關係 去神經先改善了Galutamide decapacinase 後來才改善血壓 那為了驗證這個一個結果 我們又因為絞進腦汁嘛 所以我們要補充一下能量 所以 同學有沒有看到這是什麼 有印象的話 這個Costco 有在賣很像的 這個叫吉拿棒 這個吉拿棒 在當時San Diego的Old Town的時候 它跟在Costco買到的不太一樣 就是它內部裡面有 還有料 那我記得在Costco那邊是沒有料的 但外表都一樣 它都灑滿了糖粉 跟有濃濃的肉桂味 那非常好吃 那你會看到這個是 Old Town是有豐富的墨西哥風情 所以他們裡面有很著名的就是墨西哥薄餅 你看他們的烤盤 整個大大的烤盤 就是在製作這樣的一個墨西哥烤餅 那他們的烤餅直接烤出來 有原味 以及它這個口味 是他們當地就是摻雜了仙人掌的一個 仙人掌肉 所以變成粉紅色的這樣 那他們當地的草莓很大 這個是老師的手 你會發現它的草莓大概像半隻手一樣大 所以很誇張 那這個是我們在那邊 與會的人員 我們一行人 我們在那邊吃吃飯 吃墨西哥風味餐 那這個是我的教授 那在San Diego的時候呢 同學知不知道 這個大排長龍在拍什麼 有沒有同學對大聯盟有印象 美國大聯盟 打棒球的 有沒有 同學猜猜看 好 這樣有沒有更有印象 這個是什麼 這是 美國教室隊 那個在San Diego 有教室隊的這個大聯盟 他們的主場就是在San Diego 那當時呢 剛好我們在會 會議期間呢 有一天是他們的比賽 所以我們從會場出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 他們跟距離球場非常近 就看到了 當地很多人都來參觀 都來參加他們這個球賽 我排隊排很多 這裡就有點像小型嘉年華 很多人 很多人 當地的人都會去參與 那 這個就是教室隊的主場 那遠遠的可以看到裡面 其實已經有 坐滿人了 那當時是在跟誰在比賽 是當時是在跟誰在比賽 陸陸續續的進去 這個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發現 這個是教室隊 San Diego教室隊 跟什麼 跟哪一隊 跟國家聯盟到齊隊 然後 跟 LA的到齊隊 他同樣都是在 加州的 他們正在比賽 那 當 那一次的比賽 也出現一個很好玩的 就是什麼 主場教室隊 被 被那個什麼 叫做 有壓彈 完全的壓制 這個很少見 當時到了 第七局的時候 已經突破到第十一分了 到第八局的時候已經到第十四分了 那 當時呢 就是 新聞有出來 教室隊 史上最長 被打爆了 被打爆了 OK 好 那 那 在 旅會期間呢 就是 剛好遇到這樣的一個 開 大聯盟開賽 也蠻有趣的 在那邊吃飯 順便看看大聯盟 那其實主場就在我們旁邊 我們沒有參加 因為那個 大排場 好 那 大家休息夠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回到研究 在如何去驗證 去神經 的確是因為 GABA system改善所導致的 那我們要設計一個實驗嘛 所以我們就去設計了 直接 將 這一個 Glutamine Decarbusiness 的抑制劑 直接打進去 一個是打進去 然後去看說 仿造 一個 CKD 的 高血壓的情況 那 是否是因為 去神經完之後 改善了 這個 GABA system function 導致的 降血壓效益 所以呢 我們做了一些實驗設計 就是 原本去神經 其實是降血壓的 你會看到 道三角形 這個是 慢性腎衰解去神經完之後 是有效的改善血壓 但是我們 將它側腦式 是直接給 Glutamine Decarbusiness 的抑制劑 我們又將它抑制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 血壓 又回來了 血壓又回來了 而在 對照組 沒有這樣的現象 這只有在實驗組 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 在 先後順序裡面 我們去證明 這個 腎神經 踢除 它是透過了 改善 GABA system 它才去改善血壓 如果我將這個 Brutamine Decarbusiness 這樣的 function 再壓下來的話 其實它的血壓 又會再拉上去 好 所以 我們第三個 Specific M 我們就發現了 膠感神經 剔除 它不僅 可以改善血壓 它可以改善膠感神經活性 它也可以改善 感壓反射 而這樣都是因為 它改善了 Glutamine 的 它改善了 GABA system 的 function 最後 我們在臨床 凹判上面 我們也想觀察 是否 這樣的腎神經 踢除 也可以改善 這個 心腎症候群 我們 再把這樣的一個 疾病 拉到周邊去 我們會發現 慢性腎衰竭 本身 您發現中間這一排 是慢性腎衰竭的 在正常的腎臟 Portes 皮脂的地方 它的腎小管 以及腎絲球 正常的情況 是這樣 是Shen Operation 這個組別 透過五六分之五 聖內 Bretton 又發慢性腎衰竭的時候 你們會發現 這個腎小管 它有 Dilitation 會擴張 以及它的 Castor 它的肉 其實會 掉光 以及它有 Brushbow的肉屎 周邊的絨毛 它也會掉了 但是 依同學來看 你們可以看到 最明顯的就是 這個腎小管 它其實 擴張 以及 Necrosis 它會壞死 這些都是可以發現的 而另外 這個慢性腎衰竭 它的聖絲球 會皺縮 它會長滿了Matrix Matrix 會增加 所以紅色 都布滿了一些紅色實質的 不像正常的 它的空心比較多 它的濾網是很飽滿的 但慢性腎衰竭 它的聖絲球 它的過濾孔徑 會被這些Matrix 所佔滿 那 它會皺縮 你的包式囊 會變大 所以 這樣的過濾效果 會變很差 不僅 可能會有 潛血 也會有 蛋白尿 這個就是因為 這個聖絲球 它皺縮 Matrix 變大的關係 那去神經之後呢 你們會 也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 它的腎小管 它的腎小管的損傷 比原來的疾病組別 改善了很多 而聖絲球 它的孔洞 其實也有回來 它的包式囊 雖然還很大 但是它的孔洞 所以它的過濾效果 有回來 那我們實際去 去測量它的 Pomolulus sclerosis 它的腎絲球 的一個損傷 情況呢 發現 Renovation 這個治療 會有效地 去改善 腎絲球病變 那 Tubera的 Injury skull 就是腎小管的損傷 它去神經之後 它也會有效地改善 所以 在實質的病理變化 組織學變化 都可以看到 腎小管 腎絲球 可以明顯地改善 去神經 可以改善 腎損傷 所以 心腎症候群 腎臟 去神經 可以改善 腎臟損傷 那去神經 是否可以改善 心臟損傷呢 我們心臟本來有 左心勢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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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從A圖的整個全景的 墳切面來看的話 Shame operation Ctrl組 他的心臟左心勢在這裡 右心勢在這裡 右心勢比較小 左心勢比較大 但是 慢性腎衰竭的組別 你會發現他的心臟 好像有變大 對不對 他的實質大小好像有變大 那 他的 變大情況是怎樣 我們B圖 我們去用WGH染色 將他每個細胞 的 骨架去 勾勒出來 你們會發現 正常的心肌細胞大小是這樣 那 那 六分之五 nephreatomy造成的慢性腎衰竭的心臟 他的大小突然變大了 很明顯 那 去神經之後呢 可以顯著的改善 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但是我們C圖 D圖 E圖 我們都去做科學性的測量 我們都明顯的發現 這個左心勢臂的厚度 去神經之後有顯著的改善 這個是左心勢後臂 這個左心勢中格 在左心勢後臂呢 它有顯著性改善 而 左心勢本身的心肌細胞的大小 這個是面積 會發現它的面積也有顯著性的變小 OK 那我們另外 在傳統組織學呢 一般來講就是 哈瑞去除以body weight 那哈瑞呢 我們將心臟的大小 在犧牲的時候 我們取下來 趁一次重 然後我們會跟它當時的體重 去做一個對處 發現其實在哈瑞 除以body weight的時候 去神經它也會有效的改善 經過這三個實驗數據 我們發現 慢性腎衰竭的大鼠心臟 其實左心勢肥大 在去神經會有效的去改善它 那我們不僅從組織學觀察 我們還給它拍心臟超音波 我們從心臟超音波左邊兩張鼠 一個是long axis跟show axis 會發現呢 它的正常的心跳的一個頻率跟大小是這個樣子 而六分之五nephletal 你們有沒有發現中間這個空洞變大了 同學不太會看的話 你們會看到這個波浪 它變大了 那這樣的一個現象是什麼 它就是你心臟在跳動的時候 你心臟在跳動的時候 它連在一起的呢 就是它收縮 那呈現一個空洞黑黑的呢 則是它心事它舒張的樣子 所以它收縮跟舒張 你會發現它本來在control組的時候呢 它是比較銳利的 但是在慢性身衰節的病變的情況之下 它心臟的收縮變得沒有力了 變得沒有力了 那當去神經完之後呢 我們感覺上它好像有恢復 但是它實際上有一個科學性的數據 我們要把它讀出來 所以我們從下面的這些霸圖去看它的 Freshing Shortening 跟Ejection Freshing 它們代表的是心臟射出的功能 你會發現心臟在原本在慢性腎衰節的時候 它的心輸出的一個功能是增強很多的 那去神經之後呢 它的心輸出增強效果有被抑制下來 表示我心臟其實不用做這麼多功 但是其實你們會看到這一個心臟的輸出的功率很大 但是它的Volum在六分之五這個慢性腎衰節裡面 它的Volum卻是少的 表示什麼 表示它其實打出去 它很用力地打 但是其實它打的都是在打空氣一樣 它沒有將食指的血液打出去 所以這個Volum是下降的 那在聖神經剔除之後呢 這樣的一個Volum就回來了 很明顯的你們會看到 左邊跟右邊這兩張圖 就是頻率變高 但是射出去的體積是減少的 那去神經呢 就將它的功率減緩 但是射出去的頻率卻是多的 那這是有效的一個在Function 我們利用心臟超音波去觀察 不僅在病理組織學觀察到去神經 可以顯著性改善心臟實質性的一個病變 左心是非大 在功能性上 我們用心臟超音波也發現它的功能性 有顯著性的改善 在功能性腎症性之後 這個損傷雖然是在腎臟 但是它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中速孤立素核的一個病變 腦幹孤立素核 所以你們會發現腦幹是這一塊 然後中間這一個小點是僑腦裡面的一個孤立素核 就是NTS 那我們發現 在NTS 的地方 它的glutamide decoupledness 這個enzyme Functional Dysfunction 這樣Rainal Denervation 我們去神經之後 這個activity 回復了 而這樣的改變呢 它伴隨著中樞的腦脊髓液裡面的gaba level 以及glutamide的level都有恢復回來 改善了感壓反射 因此連帶的影響到改善周邊的gaba 以及glutamide的level 而這些改善的現象呢 它也去影響了去balance交感神經過度興奮 所以讓心臟的病變改善 也同時改善了部分的腎功能 所以原本的這個六分之五的nephyratomine 它誘發的是心腎症候群Type IV 它是屬於一個慢性的 那交感神經剔除 它可以有效地改善這個心腎症候群Type IV 的一個症狀 那這個目前是老師的博士版論文之一 老師將這樣的一個實驗的研究 它是屬於一個基礎的研究 我們從bench to backside 那在 backside這一塊呢 其實是2011年左右 在臨床上他們就證明發現了 腎神經剔除在臨床的resistant habitation 的病患呢 會有效地改善血壓 那老師利用這樣的一個實驗醫學 將它反饋回來到bench 在基礎上面呢 我們去驗證 交感神經 腎神經的剔除 它不僅可以改善血壓 它也可以改善心腎症候群 那希望未來可以bench to backside 回推到臨床 當有更多這一些疾病的患者 可能會因為腎神經剔除而改善他們的症狀 那這個是目前老師研究的部分 那我們上完之後呢 我們也當時將這樣的成果 就是發表在一個會議上面 那我們貼Postker 那有與會的人士也會參與討論 那這個老師是2016年去Sandiego開會 我們當時的成果之後 我們也把它發表出來 變成文章 那最後 滿懷念Sandiego的 所以我們最後看了一下 這個海灣 在Sandiego的一個公園旁 可以看到 你要看到海灣 那你們會看到這一場場的全景拍攝 就是主會場 他們的主會場非常大 容納大約三萬人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最後有Babria Park的這個關風情的場地 這個是全景的一個 那當時呢 我們在Sandiego結束之後 那我們還 就是大飛機去到LA 我們去到LA 那LA那邊有一個天文台 你們會發現這裡有三顆圓圓圓的球 那這是在好萊塢附近 有一個著名的天文台 那這個是大家去到Kinafony 的時候呢 都會去到好萊塢 那這個真的是上面就插著 插著好萊塢的一個很大大的堂棒 OK 那接下來讓同學稍微窒息一下 那我們這堂課呢 兩節課 從生物科技到專業醫學的報告 就到這裡 那同學有問題可以提問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老師也希望在研究方面 未來如果同學有興趣 都可以私底下找老師 那老師如果遲到也會 會跟你們踴躍的去討論 那剩下的時間讓同學去休息 再結束之後 太扁分了 那 voll 好 演唱 字幕後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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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